历史译文谈古论今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头条历史 闪电战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兵法 孙子兵法 原点 孙子兵法 军争篇 急如风 骑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瞒之如阴 动如雷震 故中国自古以来 闪电战数不胜数 然而 将这种战术运用到极致的 却是两千多年后 远在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 二战初期 当西欧列强还沉浸在 一战时期的阵地战和消耗战时 希特勒就对西欧各国 发动了闪电般的攻势 自1939年9月闪击波兰开始 德军27天征服了波兰 一个小时拿下丹麦 23天征服挪威 5天征服荷兰 18天攻克比利时 39天征服了号称 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 这么快的战场推进速度 欧洲人是真的没见过 德军所向披靡的闪电战术 一时间让欧洲各国人心惶惶 德军的闪电战术 是由德国陆军将领 古德里安提出的闪电战理论 倡导以大规模集中的 坦克装甲集群为主力 在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 进行高速度的闪击战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突破敌军防线 分割包围敌军主力 并予以歼灭 机动、速度、大规模装甲集群 和空地协同是闪电战的核心要素 前有孙子兵法 后有古德里安理论 希特勒料定凭借这套闪电战 就一定可以统一欧洲了 要做欧洲的希特勒史皇帝 那还不是分分钟 可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在苏联这个闪电战不好使了 1941年6月22号凌晨3点 希特勒撕毁苏德护部侵犯条约 发动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德军总兵力达到550万人 146个师 动用近5000架飞机 3500辆坦克 47000门火炮 还有193艘战舰 希特勒一声令下 这个钢铁洪流 兵分三路 闪电入侵苏联 北方集团军群下辖8个师 共29个师 目标为穿越波罗的海国家 攻入俄罗斯北部 占领或摧毁列宁格勒 中央集团军群下辖16个军 共50个师 目标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 南方集团军群下辖9个军 共35个师 目标事先攻入当时人口密集的 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 然后转向俄罗斯南部大草原 目标斯大林格勒 福尔加河 以及石油丰富的高加索地区 尤其是罗斯托夫 帕尔科夫和基辅 值得一提的是 德军的进攻计划 早在开始之前 就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 只是斯大林过分自信 并且不愿意相信 来自英国间谍的消息 所以没有做出反应 然而 德军接下来的行动 让斯大林知道 他有点小看德军了 德军在进攻苏联一开始 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苏联一时间 没有作战的准备 所以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 一个月之后 百万苏军坚守的基辅 8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德军便打到了莫斯科 和列宁格勒城下 闪击苏联再次取得重大成果 这让希特勒更加坚定了 他要闪电解决苏联的想法 可是 他却忘了 苏联是真的大 大到足以暴露闪电站的 致命弱点 控制与补给 如果占领区 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只要敌军留在后方的部队 没有被完全消灭 很容易遭到敌人 从后方发动的反攻 或将补给线切断 由于闪电站的快速进军 补给线一时之间 被迅速拉长 一旦补给跟不上 前方部队很容易成为强弩之末 攻势停滞 并可能受到敌人的反攻 从1941年 德军进入苏联开始 苏联巨大的纵深 糟糕的路况 队列的天气 让德军的后勤 捉襟见肘 多次使德军的攻势 成为强弩之末 在后勤补给上的缺陷 更是暴露无遗 而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 恰恰忽视了闪电站的 致命弱点 到1941年底 德国的石油储备 已经下降到不足80万吨 这已经无法让德军前线的战争机器运转 彻底打乱了德国 原先有条不紊的战争计划 为了解决石油困境 1942年4月 希特勒下令将南方集团军群 拆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 A集团军群为主攻 向南直扑高加索游田 B集团军群负责辅助目标 向东攻击位于弗加尔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确保A集团军群的侧翼安全 然而 随着战役的推进 希特勒临时改变想法 决定 不惜动用一切资源 也要拿下斯大林格勒 甚至 还将原本配出给高加索游田方向 A集团军群的陆军和空军预备部队 全部编入B集团军群 投入到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中 至于其中的原因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就是 希特勒想要以彻底占领这座 以苏联领袖斯大林命名的城市 来摧毁苏联人的抵抗意志 至此 我们可以看到德军在苏联已经失去了章法 从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 德军的闪电战 变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城市攻防战 战役初期 德军总命令约为27万人 配有3000门各式火炮 坦克500辆 飞机约600架 相对于苏军的19万人 2000多门火炮 400辆坦克和300余架飞机 德军实力占优 起初 苏军被德军的进攻势头压制 作战节节败退 为了增强苏联守军的斗志 斯大林于1942年7月28号 发布了第227号命令 凡是不服从命令而离开战斗岗位 或者撤离的军人都将被严惩 并严厉要求苏联红军部队 绝不允许退后一步 在顽强的抵抗下 苏军终于在1942年11月 开始对德军发动反攻合围 苏军认识到德军的软肋是补给 只要战争持续消耗下去 德军必败 就这样 经过长达近半年的江湖奋战 苏军最终成功将侵入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尽数消灭 电影《兵临城下》 将这一阶段的血清战斗 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说 刚刚赶赴城中增援的苏联士兵 平均活不过一天 军官也只有三天的平均存活时间 由此可见苏军的顽强 斯大林格勒一战 德军元气大伤 阵防25万 受伤50万 被俘9万多人 另外还损失了900架飞机 1500辆坦克和近6000万火炮 虽然苏军的伤亡高达113万 远超德军 但是苏联的特点就是大而且人多 这场战役的结果就是 德国丧失了战略主导 由此开始被动 此外 德军的中路集团军进展 也受到石油短缺的影响 希特勒一度将莫斯科禁交的 中路中央集团军的装甲主力 抽调到南线 试图夺取苏联的产油第八库 这个决定让莫斯科战役 推迟了一个月才爆发 俄罗斯恰逢起始的极寒天气 和捉襟舰肘的后勤补给 成了德军的催命符 德国闪电战的初衷 便是通过快速的攻击 和密集的炮火火力 来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和补给线 打掉对方的持续性 但自己最终却也落入了 补给不足的陷阱 走入了孙子兵法的大忌 孤军深入 19世纪的德国军事家 克劳塞维茨 曾经在战争论中 告诫他的后辈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再精彩的战争理论 如果脱离对国家实力的考量 就难免沦为失败 制定闪电战理论的古德里安 和头脑发热的希特勒 就算没读完孙子兵法 也应该当好克劳塞维茨的好学生 其实 德军之所以选择这种看似先进的战法 实则有自己的难言之意 尽管当时德国的工业力量排世界第二 但实际上 其实是个石油资源匮乏的资源小国 所以 在西方学者眼中 闪电战在征服欧洲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 听起来不那么好听的名字 穷人的战法 闪电战之所以能够成型 依靠的是坦克 飞机的集中使用 而想要开动这些钢铁机器 需要耗费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 石油 但不小的是 在几项重要的战略资源中 煤炭德国有的是 钢铁和有色金属也不缺 但偏偏石油极其匮乏 当时德国本土石油粘产量 只有几十万吨 对于上千万吨的石油消耗量来说 简直是杯水车薪 更别说 打一场以石油为核心的 大规模机械化战争了 为了搜刮石油资源 德国在战前多放出击 力图多吞石油 一是从普通国 罗马西亚那里进口 二是以出口技术作为条件 向苏联购买 三是自己花高价 用煤炭合成 但是 尽管德国如此费尽心机 满世界走刮 找来的石油存量 依然不够德国 阔阔齐齐 打一场常规战争 截至1939年开战后 德国的石油存量 仅有240万吨 德军统帅部 曾经做过估算 这点库存仅够和平时期 消耗三个月左右 如果全面开动战争机器 则更惨 可能只能维持战争 正常进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捉襟见肘的石油困局 决定了德国 在二战中脱不起的本性 在入侵西欧之前 德军参谋部 在制定入侵各国的 作战计划时 都以一个月为周期 中心思想就是 在结束一轮攻势后 停下战争机器 歇一歇 囤点油 准备下次进攻 不过 恐怕连德国人 自己也没有想到 闪电战在欧洲 打得如此顺手 由于被侵略国家 突然死亡 四处搜刮 再加上苏联对德国的出口 石油月光的梦魇 似乎成为了 几人游天 曾有历史学家估算 1939年9月 德国陆军和空军突袭波兰 因为作战迅速 故事较短 共消耗石油 约15.5万吨 低耗能地实现了 占领该国的目标 次年 德军进攻挪威 丹麦和西欧战役 只用了不到50万吨石油 加上该年度 头四个月的日常用量 不足30万吨 德国从发送战争 至法国投降 消耗总量不足150万吨 德军原先估算 征服欧洲的作战 可能要花费500万吨的石油 如今 却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 更大的喜讯是 德军从欧洲各处 掠夺到不少于 150万吨的石油 但是这些 就已经足够弥补 此前的战争消耗 到了1940年 德国石油储备 一度冲到500万吨左右 希特勒望图 故技重施 通过入侵苏联 占据高加索地区的油田 为己有 一劳永逸地 解决德国贫油的问题 概括来说就是 西欧闪电战的 出其顺利 给德国释放了一个 错误的信号 认为战争 可以在低能耗的状态下 持续进行下去 以战养战 然而 正是在苏联战场上 闪电战遭遇了 它的可星 持久消耗战 在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上 使用装甲集群 进行大纵身穿插推进 所消耗的燃料 远比西欧巴掌大点地方 要多得多 快得多 对后勤补给的压力 也大得多 结果 对苏联实施闪电战 反而成为了 遏制德军进攻的枷锁 更加糟糕的是 在二战后期 德国的石油供应线 开始遭到美英空军 持续不断的轰炸 重要的合成石油工厂 炼油厂 存储设备 及各种各样的 液体燃料工厂 都遭到了空袭 到了战争后期 人们发现 在德军损失的装甲车辆中 有相当一部分 不是被击毁的 而是因为缺少燃油 最终被抛在路边 曾经在西欧 耀眼夺目的闪电战 最终却是以这种 尴尬结局收场 曾经在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